还有一种发生举办的缘由就是过度的尊崇坟墓 在面对坟墓的情况也是分为两个极端和一个中正 有些人装饰坟墓,在坟墓上做建筑,用灯来装饰,等等一些装饰 不论是在上建筑装饰,还是装一些灯,装一些围栏等等 在上面写一些文字 还有一些人完全不尊重坟墓,挖坟墓,装坟墓等等 我们应该走正确的行为对待坟墓 我们应该把坟墓设置在居住区以外,或者清门寺以外 坟墓的高度应该是在一炸之内 然后中间高两边低 可以放一块石头或两块石头 不能放一些碑,不能为坟墓放碑,然后写上字,建筑坟墓都不可以 先知命令要把坟墓消平,消平到一炸之内的高度 按照盛行去做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坟墓和这个坟墓中的坟墓中的坟墓 十坟墓中的坟墓中的坟墓中的坟墓 坟墓和坟墓中不应当有什么区别 特意把这个坟墓放两块石头,那个坟墓放十块石头 人们会以为那十块石头是不是有什么尊贵啊,不应该去拿 那